那90年代国家银行炒外汇案呢 负责调查的这个皇家调查委员会RCI 昨天呢 他们就赶在本季国会的最后一天 搭上了末班车 把这本厚达524页的调查报告书呢 给提成上国会的 那在报告当中呢 其实还点名前首相马哈迪 跟时任财长安华 说他们两个人呢 就涉嫌刻意隐瞒国行炒外汇亏损的实情 因此呢就皇委会要求警方 要对付这两个人的 而警方在接到了投报之后 也已经有所行动了 国家银行炒外汇案皇委会秘书尤索夫 昨天下午4点钟左右 就赶到不成警局报案 建议警方以刑事失信与欺诈等罪名 调查涉及国行炒外汇案的单位 包括时任首相敦马 和时任财政部长安法 这两位目前希望联盟的最高领袖 我们有可能性 可以在此时的变化 以保护国行炒外汇案的 我们也会保护国行炒外汇案的 我们也会保护国行炒外汇案的 第三天 并且交由警方调查 在结果还没出炉之前 大家就请稍安物造吧 安望扎西表示 警方将会处理国行炒外汇案 而全国总警长福兹今天则表示 警方已经成立了一支特别调查小组 进一步调查最终上个世纪90年代的 国行炒外汇亏损案 至于会不会传照马哈迪和安华录取口供 福兹则表示 如果有必要 警方将会随时传照两人问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